好继续来看到光复乡每一季都会由各村长来轮流开办的村长联系汇报 这届最后一场是由大安村长王子安来主持 那么乡长林清水就率各课室的主管来列席 来听取第一线基层人员的心声 那么多数的村长反映村落的需求 尤其道路平整水沟畅通以及相关的防疫工作高度的关注热烈讨论 不论是大平村长李津土南部村长林万德 还是大华村长曾天苍光复乡第21届第14次村长联系汇报中 大家所关注提案的除了是建设还是建设 屋子是有两百个人以后 所以这个路段是有三处 所以造成粗粒的一个不变 那才上升很粗粒的 我算说工作那边在台队时间就会干 那么我的人没多久提报的水沟的粗粒 提报应该会很有讲的 这一代替他进行执行 我希望都能够对台湾体制 目前尽快把它完成 不仅是要求道路平整 排水沟畅通不淹水 还有防疫工作 以及因应改变后疫情生活样态 惠中各村村长高度关注也热烈讨论 我建议新年度的父亲节 是不是可以到午餐来作奖 来调养 我们相公所在帮魔幻父亲 魔幻母亲的时候有那个婆媳 魔幻父亲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欧序 每三个月办理的光复乡村长联系汇报 最终场由淡安村主办 高度重视的乡长林清水 比照乡待会模式 率领各客室主管列席 听取基层新声 更当面说明解决村长的一难杂症 我想在这里把光复乡这比较重大的 把它完成我们的这些重大工程 现在任由这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说重点放在我们光复乡的一些产业文化观光跟美化工程 这种想法 我们感谢我们的村长这四年来 大家很团结合作 为地方的建设 大家起心起立的 一起来努力 村长联系汇报规模虽小 却是乡公所最贴近村落社区的服务 除了地方建设文化推广及产业发展 防疫相关作为等议题 年底选举也引发热烈讨论 乡长林清水表示 光复乡的各项重大建设 也都陆续执行推动中 未来也将地方产业 聚入文化及观光 社福照顾都能同步推广到位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